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三个小时,今天我们讲家庭 这是一个很严肃 但又是一个很轻松的题 很沉重或者很轻松的题 也可以,师傅有什么角度去看 我看这段新闻 其实已经是 报了一段时间 基本上他问的问题 一纸分书的价值在哪里 背景是怎样呢 就是有一对夫妇 不是夫妇 有一对男女 情侣不是夫妇 他就说 他们的女方是一个私人 叫做洪挑客 Kitty Hong很出名 是的 那男朋友叫Jonathan 私人Kitty 29岁 男生被他大18年 两人交往了4年 交往了一半 就有了小孩 有个女儿出生 但是他们就不结婚 这个讨论就是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他们觉得 以前其中一个原因 结婚就是要小孩 现在有两边的 有些就说 很多人都不生小孩 不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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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不结婚 有很多事情 第一 申请小孩同事人 有父母 有结婚者 是方便一点的 虽然我说不出什么 我说不出什么 就是解释成本少了很多 为了你结婚 第二 就是 结婚是一种 结婚是一种财产分配 如果没有了财产 没有了分身家 基本上 结婚的意义就少了很多 这个就是很多 同性婚姻争取的 其中一个经济上的论据 就是说财产好 或者一些政府的 不最简单 譬如政府的医疗计量 你是夫妇就可以了 但是你是情侣就不行了 还有就是报税 是 一排一报税 有好处都没什么了 是 如果两个做事 如果两个做事 就没有了 但是如果你一个做事 一个没有做事 是有好处的 所以很多人 但说来说也是钱 是的 结婚是一个 不要说 我现在先定演 结婚是为了钱 结婚 不是是情侣 爱情 是不是你嫁给谁 或者是谁 如果纯粹是爱情 就不需要结婚了 如果是这样说 他说是一个 commitment 就是 我证明给世人 我是愿意照顾你一生的世人 其实我经常都觉得 结婚是两件事 第一 为钱 当然我绝对同意 有很多事情是跟财产有关的 不要说分不分身家 你申请很多福利 都是跟结婚有关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减低你的解释成本 结婚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 结婚是两个家族的事 你两个家族 甚至乎是在中国的社会里面 你不结婚你需要解释很多东西 接着我身边有些朋友说 为什么要结婚呢 我就是免得再解释 你很烦 你说要结婚 不要碰到你 你都能说 这件事就是 结婚首先 是有钱人的事 穷人真的没有分别的 很多 不是 因为有新型公公 都是穷人很重要 穷人才最重要 有钱很多时候是联合 就是两个结婚 两个家族 我收到 我收到结婚人 多数都是父母 就是子女结婚 他们是联合 就是说 然后两个家族的联合 在说几千年前 甚至现在的日本也是 仍然有很多家庭 结婚都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 是的 如果你有个女儿 或者是什么 那些没有什么用 你的女儿又不是很事生 就娶个女婿 女婿经营 就是整天都有这些 还有一个突然间 想起 有些KOL 或者政客 结婚的时候 带牌延职 就联合很多政客 就是某个国际关系 KOL 那时还很厉害说 如果你没有被邀请出席 这个酒席 你在香港的社会地位 都很大 他同一位有钱仔 在同一天去他的人就多了 是的 超一富豪的儿子 是的 超一富豪的儿子 那个婚姻 反而少有人去 是 那说回那一件事 是否反过来说 如果我不在乎钱 不需要向我家族 或者社会交代 就没必要结婚呢 我不在乎钱 我怕自己的钱 我不想分给别人 我就一定不结婚 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之前也有提过 我什么时候觉得 我和我的朋友 真是有钱和没钱的分别呢 就是他开始跟我说 大件事 离婚要计善养费 都不要搞那么多 我还未拒负这件事 就是证明在财产上 始终是有一个分别的 但是我们问回 我们比较贴身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三个人 都是向往自由的人 我特别反建制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 其实 我们是不应该结婚的 但是为什么最后 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结果 但会不会是女生 除了刚才所说的经济 或者是要解释的事情之外 如果那些女生是想你 这个当然是第三个问题 一条女要 一条女要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周显大师也说过一件事 那就换过一个 你不一定要跟死一个 那又很喜欢一个 这个也未必是关于不中不中意 是吗 我觉得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就是防止男女关系 你必须要 必须要看最后一件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 如果你知道 你这一世也 混不出另一条好一点 是 那你就一定要跟那个结婚 但是 如果你混不出另一条好一点 都不需要想 因为你要不结婚 都想着混你 这个是你 这个我同意 这个是一方面的看法 但另一方面 你也会想到 我都不想 可能那男方 都不想那女孩再选 我都怕他 怕怕怕怕 他又找到健康 妻死妻还在 OK 如果你是李嘉诚的孙子 我想你绝对不会 任何女孩走 对不对 很多人不是 但是就是 所以这个是选择的问题 首先有了选择团才说 你没有选择团的时候 你当然要结婚 明白吗 如果是这样 现在富豪的儿子 富二代的结婚率 高不高 其实都高 富豪的子女结婚 全部都是老爸叫 因为老爸叫做 我认为某一位富豪 我认为某一位富豪 可以跟他说 他的儿子说 你不如下一岁结婚 他儿子说 不如你生下来走 好 他说 好 给你二十六 他儿子就是二十六岁结婚 于是乎 他当然重重有上 他上了 以百亿为计的数字 你这么说 四叔其实挺开通 生孩子就行了 不一定要结婚 至少 他的儿子总是五十 五十 四叔都是 好像是Martin 好像结婚后 才会被美丽华 他 所以你永远 所以你刚才说 有钱就有选择 不是 很有钱 自己有钱才有选择 你老爸有钱 你也没有选择 我认为 我认为超级富豪 多就没有 不算超级 都是几百亿 就是三五百亿 很高 因为有几千亿 其实四叔真正是一万亿 收容机 但是 那个人 他跟我说过 我刚才买了车给儿子 他刚才买了车 我就知道他有铁船 铁船 铁船是贵很多 游艇之中最高级的铁船 然后他坐飞机 有私人飞机 去欧洲玩 铁船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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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几百万 游费 我买了车给儿子 我说 不是买了车 什么车 儿子大 不要说 Volcewegen 入戏 是的 是的 儿子大约30出头 我儿子据说 都是五六余的工资 你20万车 你有几千亿身家 为什么呢 几百亿 几百亿身家 几百亿身家 为什么会这样 还要付这多钱儿子 有卡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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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富二代都是空心的 有卡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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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没什么贡献 结婚又未生儿子 结婚生儿子 要给你相片 有什么相次 结婚是一个贡献力 跟老爸 结婚 我大过儿子 你应该放点水 是不是 你每天都不结婚 每天都没有宣泡 那我怎么会付钱 这个不同 但是现在说 你没有选择权 你就是要有结婚 现在说为什么要结婚 因为没有选择 我都知道有些年轻 不如大家一起互相绑 现在那些人 为什么要结婚 就是那个人 很多东西 随时可以换 那又不同 我还有一个理由 其实是很实际的 是 就是鬼那样 是 是 是一个错误 就是 那当然 你是可以选择 但是 你有一片森林 这个就是白玉老虎的故事 白玉老虎说 糖厥很肥的 他说 假如大家吃一条鸡去饮 那你见到一条鸡 那你见到一条鸡 那你见到肯定有自己 最喜欢吃一条鸡 吃一条鸡 那你怎么处置是最好呢 那OK 那大家在说怎么处置 那你跟他们说 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首先你自己最喜欢的一条鸡 先夹到自己的碗里 是 然后再跟别人抢其他那些 所以 结完婚之后 找不到女的这些东西 都是不成立的 因为你绝对可以夹到鸡腿在自己的碗里 继续周围 但是你这个面明很厚 你成本很高 因为大家见到鸡腿在那里 所以他说 你这个面明很厚 成本很高 不停去掌握 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个概念 或者由这个新闻 我想起一些我自己身边的东西 其实都有几个说法 譬如就是 因为你结婚有一个合约 令你那个交易成本会降低 因为你不需要担心 其实都不是的 现在反过来我的想法就是 当离婚在现代的社会 是这么低的时候 其实会不会反过来 结婚其实都没什么所谓 反正你都会离婚的 除非你要担心 好像我的朋友 开始担心善养费的问题 因为全国家庭 就是旧式的家庭 都是男主与女专来 那就是 变成了 离婚的成本就会高一点 就算有成本 对 就算有成本 或者是刚才你所说的 那个情况 是怕他们分钱 那些 如果是 两个人都做事的话 其实就是 就是变成了 经济学的角度 division of labor 就是你的分工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 就不需要说 我就负责钱 我就投资去找孩子 结婚的重要性就低了 是的 其实是的 所以我身边也有开始 我身边的人 通常什么时候会不结婚呢 其实最主流就是 他来了一次婚 接着就会不结婚 之后也是跟女朋友 就算生了孩子 也是保持一个情侣的关系 而不结婚 通常他们觉得是虚过一次 就是分了大绝身家 所以美国的同事 经常讲的故事 就是说 我有个同事 但现在是过世的 他说这个同事很厉害 怎样做事呢 我说怎样厉害 他说他叫他三次分 他都没破产 他一定有赚钱能力很高 才可以这样 香港应该 擅长费负担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离婚成本 也应该是比较低的 你老婆有没有钱 可能离婚举未定 是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 刚才我们看的一个案子 就是他觉得 就算我们说 生了孩子 都不需要结婚 只要你克服到 我们刚才说的几件事 被伴侣不介意 钱不是他考虑 以及不需要向他做交代 你听说 应该入不了学院 有钱的人 现在有钱的人 父母一定要是 要是很好的家庭司 好的学校全部都要这样入 是 即是你认识 你是父母一个不来 或者是什么 手为一点点 是应对不好 即是你讲名校的level 没有 但你不用签子结婚 都可以假扮 或者是怎么样 那样 这个是爸爸的那个妈妈 即使出世纪都可以 是 不可以假扮的 不是假扮的 即是你不用出世纪 不用出世纪 出结婚证明 要你申请那一刻 才有出世纪 但出世纪都可以结婚 出世纪就算你没有结婚 都可以结婚 但我所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反过来说 我身边也有些朋友 就是怕烦 首先他怕烦 就是怕老婆烦 于是就结婚了 接着老婆和他结婚之后 也是常常烦他 不要烦他 再生孩子 但到最后 他也是要搞到 有外遇 未去到有离婚收场 我就跟他说 你一向都不太喜欢你老婆 那为什么又会结婚又生孩子 我就是成本太高 如果当日我不结婚 可能撤了他很麻烦 那就要他了 就是结婚之后 我想说 这个不是独立的案子 虽然不是很多 但我们很感慨一件事 就是我们起初想的原因 就是结婚就是为我们大力幸福 不要说是否爱不爱 至少他减低了我们不愉快的成本 令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愉快 但现在原来我身边也有一些人 就是因为怕烦 所以就结婚 生孩子 然后他的生活也是不开心的 应该这么说 好吗 我们其实呢 很多时候我们夜人生 为了减少少少的麻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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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是为了做什么 是 刚才你说的鬼闷 可能某程度上都是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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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经济学有没有解释 为什麽我们都是从出一些错误的经济学 有的行为经济学有类似说 就是好像那些美容院来图理 是 就是买吧买吧 纖遞吧 那些 就是有时 找金眼就算 是的 我的些餐厅叫我买盐 新結婚其實有時都是這樣 當時就算了 剛才我講的行為經濟學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論調 就是所謂的time inconsistency 即是在時效上你是不一致 我們之前說的 人無遠慮,哪有陳優 我們之前沒有想過 我們只是想解決當前的問題 你沒有想過他永遠都是一條尾巴 你們永遠都要還的 不知道你們是否有什麼特別的感慨 講到這麼投入 但無論如何都好 我自己覺得 其實任何是否都結了 不如享受其中 我覺得我為何要拿回我朋友的角度去講 就是他很愉快 那些人都覺得很後悔 即是享受獄中的生活 是的 我覺得你都進去監倉 那為何你不會享受 不是有些椅子都放得幾時正 不是的,都起碼有三餐吃 就是這樣 即是你進去 反正都掩了眼 即是你用一個愉快的角度去看 可能你的生活會更加開心 但是有愈肉 愈肉 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可能要下次再說 好 今次講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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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